各位同學,這個都是學生問我的 應該是DSC M2的題目 它都是開頭的MI 但都是比較深一點 因為它有Submation Size 我首先用MI來證明 它說要證明Submation K 從N到2N K乘K加2等於六分之一 N乘N加1乘14N加9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 N 我先假設S1 S1就是N是代1 Submation from 1到2乘1 即是2 即是有兩塊 代1下去是1乘3 代2下去是2乘4 加11 右手指是六分之一乘1 再乘1加1 即是2 14加9 33 計算是11 所以S1是正確 I assume SP is true 不用SK 因為K被人用了 SK被人用了 我用P Submation K 從P到2P K乘K加2等於六分之一 P再乘P加1 再乘14 P加9 好了 for SP加1 它的Submation Size 就由P加1 即是這個 去到2P加2 即2P加2 即2P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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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2P加2 所以2P加1 乘2P加3 即2P加3 即2P加2 2P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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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加4 即2P加4 寫完之後 我們將它 在綠色 螢幕上 用這塊 補充 其他東西 不要變 目標是要組成六分之一 目標是要組成六分之一 P加1 P加2 接著是14 P加1 再加19 組成這塊 所以我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組成這三塊 組成這三塊 因為它變成P加1 它有一個Factor P加1 抽出來 所以我保留這塊 照寫下來 照寫下來 另外這三塊 就爆開它 這兩塊爆開了 變成-P-2P 這兩塊爆開了 變成4P2次加8P加3 這兩塊爆開了 4P2次加12P加8 然後化減了它 另外那塊照寫 剛好真的factorized P加1 出來 factorized P加1 之後 這裏只有六分之一 因為要把六分之一 拆散了它 拆散了它 factorized 之後 就會出了這個答案 讓你看到它的重點 用這個快速的版本寫 令到那條片短一點 讓你可以知道整個結構 所以 sp加1 is true by m isn is true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 你看看各位同學 如果你有留言 可以用我用這種方式去 present 會不會給我一路寫 就更加好 當然你可以留言 和我說 看看哪個 是合理 然後 b part b part 要計算 summation k from 10 去到40 k乘k加2 於是 我這樣拆 由10 去到20 因為這塊可以用公式 n是10 接著由21開始 21去到42 但是它去到40 所以要減回兩塊 41和42的兩塊 41乘43 和42乘44 其他東西 這裏就代10 第一塊 這塊代10 後面中間那塊 這塊就代21 代佬出來就是23447 你看是沒有問題 多謝各位同學 希望幫到問我這條數的同學 好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歡迎你email給我 或者在留言區留言 在youtube留言 可以的 能力可犯 可以顧及的情況 我都會解答你的問題 好 多謝各位同學 在最後一件事 請訂閱 Dr. KT Max 這個頻道 拜拜